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这套脚架的组装模式和自重 使它的工作环境更多倾向于设置而非摄影 那如果大家对脚架类别感兴趣 之后我会单独出一期视频 讲一下实验脚架和摄像脚架的区别 这里就不做过多探讨了 首先在整体上脚架材质为铝合金 由于增加了多样化的配件 整体重量也算不上轻 只能说重量控制的中规中矩 脚架包用到十足 而且内部空间绑控的十分到位 可将除滑轮之外的所有组件收纳进去 压云台为刻慢的Q5S 轻量化云台 不到1000克的重量 承重能够达到8000克 云台压阻尼感较强 较曼普图500H回征速度更快 快装板是配曼普图微博 内置6月8手 可以快速安装 并通过磁吸收纳 快装螺丝一字6脚 凹槽二合一 锁紧更方便 不过赤压快装拨扭 太过硬了 少少有些客手 若能改成圆形导脚 使用体验会更好 三脚架形态下 整体重量控制在2.5千克之内 架腿采取掰折锁紧方式开合 最大高度为1.9米 脚架可以正向收纳 也可以采取反折方式收纳 反折收纳能够把长度 压缩到57厘米 开合角度有三档 最大角度为80度 中杆与挂钩通过螺丝孔连接 可以通过悬挂重物来增加配重 提高整体稳定性 当承载大型机器移动不变的时候 也可以通过安装滑轮底座来解决问题 滑轮有锁紧脚凳 防止没必要的天移 底座通过旋转收纳 减少体积 提高温数变迁性 度脚架模式下 自重为1780克 单脚管安装 最大高度为1.5米 加上云台和相机 镜头高度能够达到1.75米 若连接中杆 整体高度能够达到1.84米 收纳上 比我之前的漫幅图度脚架还要短 长度为65厘米 变形性很高 配套的三角支撑架 脚架有两脑高度可调 支撑架长度更长 也因此获得更强的整体稳定 独特的索拟模式 更快地保证脚架在活动 用问题期间转换 右行槽 能够倾斜90度拍摄 提供更多更奇特的拍摄角度 不仅如此 这款底座可以通过挑截旋钮 调整旋转阻 获得最适合自己的阻尼感 一段时间的体验下来 科曼这套脚架带给我很多惊喜 便携快速 虽然有些小问题 但并不影响整体使用 由于它独特的组装模式 可以使我只需要带一套脚架 就能完成拍摄 虽说脚架是一分钱一分货 但使用过科曼这套脚架之后 真的可以说一声 脚架也可以有性仰致 这就是可满KX3939的全部内容 可能和你理想中的样子有所出入 不管怎么样 这是我能找到的 最适合当前拍摄环境的脚架 很高兴你们看到这里 如果这期视频对你有所帮助 别忘了速写三连 有你们的支持 就在咱们进一步 我是你们几个军 我们下个视频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